美好的一天要从新鲜的视频开始 欢迎来到新鲜社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齐破瓦湖有一座神奇的福岛 几乎每年都需要当地社区的业主 驾驶数十艘船来推动这个福岛 只有在顺风的情况下才能推动 不然的话就会堵塞当地一座重要的桥梁 这座福岛的面积达到了16万平方米 岛上长满了杂草和树木 在起风时 这些树木充当了番的作用 在湖面周围游荡 据称这座福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年前 当石器波瓦湖发生了一场洪水 腐烂的树木和沉积的淤泥交织在一起 之后各种植物再次基础上生根发芽 逐渐交织在一起 就形成了如今的福岛 不知道踩在这座岛上是什么感觉 会不会软软的 9月3日在法国兔鲁兹举行的 井人三项赛事发生这样一幕 尼可·范德凯被自己的队友爱丽丝被托中犯在地 事发时 爱丽丝无意中转向了尼可的路线 导致她迅速采取躲避动作 撞上了路边的围栏而翻倒在地 尼可试图继续比赛 但自行车出现故障导致她提前退赛 事发后 尼可在社交媒体中表示 这是一场意外 爱丽丝已经道歉兵申表歉意 我也很好没有骨折 虽然尼可原谅了爱丽丝 但网友们却没有 很多人认为爱丽丝是故意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在伦敦 奥林匹亚会展中心 一个由14人组成的团队 使用开普拉积木 花费4天时间搭建了世界上最高的积木塔 高度达27.46米 使用了10万8千块积木 此前的记录为18.76米 这是一项考研内心的任务 稍有不慎 积木塔就可能坍塌 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一名工作人员 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新记录的诞生 最后使用多米诺骨牌 将这座积木塔瞬间摧毁 这里是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卡皮拉诺吊桥公园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被称作峡谷之光的灯光秀 每年的活动时间不同 今年的灯光秀将在11月17日至明年1月21日举行 走在这里仿佛进入了精灵世界一般 卡皮拉诺吊桥的历史要追溯到1889年 由苏格兰的一位土木工程师建造 随后经过四次一手 现在的拥有者为南希斯蒂巴德 他于1983年购买 公园每年吸引超过120万名游客 门票价格在50美元左右 祖上留下这样的公园 岂不是唐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view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Flocking Get on board We're smiling On top of the world Danger 这个看起来像传送门的装置 是由一家非营利型基金发起的 旨在以城市的实施画面投影 搭建起横跨地域的视觉桥梁 让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 它的外观是圆形 象征着时间之轮 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从设计到建成 总共花费五年时间 传送门直径三米 由混凝土、不锈钢和钢化玻璃制成 重11吨 第一个连接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建立 使得两地相距600公里的人们 可以进行互动 虽然现在智能手机打视频电话很容易 但这个装置是一种开放式的体验 可以和陌生人产生互动 目前该装置已经在多个国家建立连接 你想和水塔亲密互动吗 东京京畿游湖海洋公园和迪拜水族馆 在这两个地方 你可以握住水塔的小手手和它们互动 当有游客接近时 水塔会兴奋地跑向玻璃 并将小爪子伸入洞口 水塔似乎也喜欢人类揉搓它们的手手 其实水塔在野外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在河流上睡觉时 会手牵手一面彼此分开 据美国海洋协会称 这是一种情感表达 可以让水塔之间保持温暖并节省能量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水塔如此渴望和游客牵手 即使时间很短暂 在日本东京 有一家可以和小猪互动的咖啡厅 当你喝咖啡时 一群小猪在你身边跑来跑去 这样的概念很受欢迎 2019年 Mipiger在东京木黑区开设了第一家店 随后又在元素开了一家分店 这些小猪对待客人很热情 他们会渴望得到客人的抚摸 有时会跑到客人的腿上拥抱客人 不过店内规定 禁止使用闪光灯拍照 和猛烈地抓他们 来到这里需要提前预约 一个座位1000日元 和最低600日元的一杯饮料 你就可以与小猪共处30分钟 同时也可以购买零食投备小猪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新鲜社 收看更多有趣事物 感谢您的观看